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从古至今 我们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单独的人 没有人可以取代我们 没有人能够实现我们独特的生活目的 我们在地上做我们的工作 真神永远不会停止做他的工作 上帝过去在做他的工作 策划和创造这个世界 上帝今天正在做他的工作 支持和保护这个世界 上帝将来会做他的工作 审判和重整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界限 甚至天使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界限 我们都是不同的 但在上帝眼中我们都是平等和宝贵的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无论贫或负 强或弱 聪明或愚笨 上帝都无条件地爱他们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类型的工作 每个工作都在努力保持地球生命周期的运转 人们喜欢将工作分成不同的等级 有美好的工作或糟糕的工作之分 有干净的工作或肮脏的工作之分 而且有艰苦的工作或轻松的工作之分 但上帝对待每一份工作都是一样的 无论是在前线里还是在支持线上 只要我们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尽力而为 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成功的人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吩咐你们说 若有人不肯做工 就不可吃饭 铁撒罗尼加前书三章十节 工作来自于生活 上帝给了我们不同的才能和生活条件 但每一个才能和生活条件都可以成为服侍人民和上帝的机会 不信神的人可能会认为基督徒的生活只是做住 等待住并完全依赖上帝 依靠上帝并不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努力 我们只依靠上帝的领导 而不是依靠上帝为我们做所有的工作 每个人都经历不同的生活阶段 我们一直在改变我们的角色 有一时期 我们是儿子或女儿 另一时期我们是父亲或母亲 然后另一时期我们换成祖父母 有一时期 我们是学生 另一时期我们是公务员 然后另一时期我们是私营机构的工人 有一时期 我们独自工作 另一时期我们正在台前工作 然后另一时期我们在幕后工作 无论我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都要用我们的才能和天分来尽我们所能 因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呆谁就恩呆谁 罗马书九章十五节 上帝给了我们更多的恩典 我们要更多的回报 如果上帝少赐于我们恩典 他只要求少些回报 他是公义的上帝 要谦虚的知道我们并不比任何人都好 并且明智的知道我们是与其他人不同 我们可以规划我们的未来 但将我们未来的结果留给上帝决定 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生活表现是像表演给人们 上帝和天使看的一台戏 要继续做好事 尽力而为 即使是人们不会赞赏我们或给予我们信任 人们会让我们受伤 情况会让我们失望 事情不会让我们开心 但上帝会在幕后工作来帮助我们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 专注于我们的上帝 基督徒的生活可以成为上帝中心引导和指导的宪政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真言十六章九节 我们可以尽力追求我们的目标 但他会看顾其余的事情 因为上帝和我们一起工作 这不是我拥有多少有用的能力 但更正确地说 我将如何使用我的能力 只要我们尽力而为 希望做得最好 那我我们可以说 我们已经完成我们的工作了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那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约书亚记一章九节 我们有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保证 所以无论我们的手能够做什么 都要尽力做好我们的工作 无论你做什么 都要尽心尽力 至于主而不是人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 我们来自上帝 我们对上帝负责 只要我们用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去做得最好 上帝会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在地上的生命目的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